6月30号江西景德镇某个楼盘 因为延期交楼延期交房 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银保监会对此高度重视 我们积极加强与住建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协同配合 支持地方更加有力的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 在地方党委政府保交楼工作安排的总体框架下 那么指导银行积极参与相关工作机制 配合压实企业股东等相关各方责任 遵循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 主动参与和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研究 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 协助推进项目的快复工早复工早交付 同时指导银行做好客户的服务工作 加强与客户沟通 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